咱们养兰爱好者养兰花 一是为了观赏它的叶片 飘飘溢溢的 特别赏心悦目 第二个目的就是赏花纹香 一年当中观赏叶片的时间 比赏花纹香的时间还要长 所以赏花纹香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那么为了咱们能顺利的赏花纹香 在花芽出土后哪些事情我们不能去做呢 嗨 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火凤凰 咱们家庭养护的兰花 此时花芽基本都已经出土 如果到了这时候还没有出土 那就有点悬了 对于已经出土的花苞的养护 有几个禁忌 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进入主题前请大家长按点赞三秒钟 给予我鼓励和支持 没有关注我的兰友们 请加关注 现在进入主题 第一个禁忌是 在给兰花进行冲化时 没有把握好冲化的温度 使兰花花芽受到了冻伤 这就要求我们养兰爱好者 随时留意天气预报 如果气温骤降降到零度以下 室外露养的兰花要做好防护 千万别冻伤了 在室内养护的兰花 遇到气温骤降 适当关闭门窗 实际上 兰花只要在五到十度的环境当中 充化时间达到一个月 就能正常开花 总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把兰花冻伤了 一旦冻伤就没得花看了 也没得香可闻了 第二个禁忌是 兰花花芽出土后 随意的去拨弄纸料 有些人就是好奇心太强了 兰花花芽刚冒出了尖 他就想知道 这个花芽到底是什么颜色 长得什么样子 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吗 好奇心害死人 那么这时候你的好奇心会害死兰花花芽 咱们养兰花的纸料 大部分都是颗粒纸料 软纸料还好说 硬纸料是硬的 不小心把花芽的牙尖碰伤了 有可能就会削包或者是萎缩 或者是腐烂 即便是你很小心 但是花芽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它也会停止生长几天 所以千万不要去拨弄纸料 第三个禁忌 兰花花芽出土后 还在想着蜂苗蜂猪 蜂苗蜂猪后兰花会有一个浮盆期 兰花花芽就会停止生长一段时间 如果敷盆期时间过长 水浇的过程就两个害处 一个是烂根 第二个是腐苗 所以一定要保持兰花盆土的润度 保持润耳不湿 干耳不燥 要根据自己的养蓝环境 正常的给兰花浇水 第五个禁忌是 兰花花芽出土后 没有给兰花充足的光照 兰花花芽长得瘦瘦的弱弱的 导致花开后花瓶不震 味道不香 甚至没有香味 所以兰花花芽出土后 要给兰花充足的光照 现在已经立冬了 即便是在南方 光线再强也不会把兰花灼伤 冬季给兰花充足的光照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花开得好 第二个是春季发芽多 所以只要有条件 还是要给兰花多晒晒太阳 兰花花芽出土后的几个禁忌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请给我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